Hello,大家好,我是Gabriel Dallas,Texas的房地產經紀 美國買樓找Gabriel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Lexington Frisco,Texas 去看一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商 它就是Toe Brothers 收費兄弟 而今天我們看的這個Model Home 就是4500呎 有五個房間 五個full bath 即是有浴室 有兩個半的廁所 然後它有三個車房 而如果你要建築的話 其實它最小了 最小的職有3500呎的職 是四房 三個廁所 開始的時候是1.1M 即是110萬 我們先看看這個 這個現在有一個同樣的Floor Plan 同樣的職 現在賣的是150萬 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了,我們進來看這個Toe Brothers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這門 給你這個感覺 都已經高了 因為它也是這個 我們所謂的Rod Iron Door 但你看到呢 之前有一些 它們經常都是透明玻璃 你看到這個磨砂玻璃的時候 給你這個感覺 其實已經有一個Privacy 還有這個是8呎高的大門 所以你一進來 這個空間感是不是 闊很多 大很多 然後我們過來 看看這一邊 就是它的書房 所以Toe Brothers 不用說了 因為大家都眾所周知 Toe Brothers 是一個身份的象徵 也是一個豪宅的象徵 所以你看到它用的顏色 它用的設計 所有東西都是精心跟你做好 因為這個是Model Home 所以它做得更加漂亮 你看到它的窗 這個其實是我們所謂的80-20的窗 所以你看到它是大的玻璃 然後它的光線射進來都很足夠 然後再過來這一邊 它做了一些 其實到時候你都可以照抄斷這個 你到時候可以做一個 建築或建築的桌 你可以擺書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樓下 這個Floor Plan 它有兩間房子在下面 的設計 就有兩間房子在一樓 所以比很多人來說 都方便很多 很多人喜歡兩間房子在一樓 你也看到這間房子 你看到它擺了一個 Bedside Table 然後這裡就是它用了 你看到它是用了黑框 所以其實它的設計 就有比較現代 比較現代的那種感覺 而它再過來 它也有它自己的廁所 所以你看到它整個設計 整個Floor的感覺 就是Floor 就是那個Floor的感覺 就令到你很舒服 而且你看到它沒有關 沒有浪費的 它有一些位置的時候 就是它想 我喜歡Toe Brothers 就是它想的那些位置 用的那些位置 用得很盡 所以你看到它在這裡 給你多些儲物室 你知道到時候 這間房子 四千五百尺 它雖然很大 但是有時候也是 那一句 你越多人的時候 你越久 你只會越多東西 那過來這裡有半個廁所 然後這裡也是 給你再有些保存 到時候朋友來 可以掛衫 那些東西 而你過來這裡 你看到Toe Brothers 它給你這個感覺 是很舒服的 它不會只做一個 可能白色牆 淺色地板 很多時候 那些顏色 好死好死好死那種 所以你看到進來的時候 那種感覺 是很溫暖的 而你看到它這邊 它做了一個 你可以做一個 就是可以擺酒 Wine Cellar的地方 那 然後之後 另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它 它不會浪費這麼多空間 你看到這裡 其實是一個12呎 12呎高的樓底 你看到 有時候 之前我有一些影片 你看到我介紹一些屋 它是 all the way 去到 超過20呎高 那些看起來 當然是很高級的感覺 但是其實你看到它現在12呎 的話 其實那個感覺 也是可以很高級的 你看到它的配襯 好像這個鍋 你看到它做了整個鍋 都放了圈子 那種的顏色 那它做你喜歡的 同一色就可以 如果你覺得太暗的 你就喜歡做 選一些淺色一點的 去配搭 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過來這邊 你就看到這個 Open Concept Kitchen 這個開房式廚房 所以你看到 另一件事 要講一講的 就是在這裏 你看到它的櫃 這裡是可以放給你擺東西的 因為有時候 你看到有些的 island這些下面都是實在 你擺不到東西的 所以這裏也有額外的儲物空間 那你見到其實 一二三四 你多放一張椅子 都可以 可以坐五個人 也是所謂的流水式的carron top 那這個是一個granate 那你再過到這邊 Cabinet Space 你見到是很多 這裡可以放垃圾桶 那其實Cabinet Space 也不少 這個是Geneer Geneer的 Gas 即是煤氣爐 那這個抽氣先在這裏 其實現在 你有時候留意一下 當你去到 我們所謂這些豪宅 過百萬豪宅之後 你見到 它的Back Splash 已經不會再用一些 可能再黏一些Tile 在上面 通常你都會用這些quartz all the way 一次過做完 令到你整個感覺 是很舒服 那然後那裏 這邊有兩個Ofen 兩個Ofen 如果你喜歡烤東西 喜歡做蛋糕 那些 兩個Ofen 給你用 然後這裏有一個Microwave Microwave 還有這裏呢 就是Walk-in Pantry 那所以這裏呢 當然是升級了 那看你喜歡不喜歡 因為有時候 譬如你給我老婆的話 我老婆就不喜歡 就不喜歡 讓別人看到這些東西 哈哈 所以看你自己個人 你喜歡怎樣用 那 然後我們再過來 嘩 這個 這個一流 怎樣 你看這個 sliding door all the way 你是可以完全開 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打開 這個sliding door 你完全就是 我們所經常說的 就是你可以 bring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但是 我們真的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夏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多烏鷹 也會有多蚊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toe brothers 其實也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在外面 一會兒我出去的時候 再跟你說 你可以在外面加一個 電子的網 所以到時候你可以完全 閘著它 那你就開這個 到時候你就不用怕 那些烏鷹的東西 飛進來 那我們再過來這邊 這個呢 這個就是它的formal dining 你可以見到這張桌 1 2 3 4 這個十人的 場桌 但是其實你再 退下來一點 你再放到 十人的場桌 完全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說要圓桌的話 那這個就一定不是給你的了 但是你可以見到 這個是一個formal dining 你完全可以用 然後之後那個 也是open to 這個的 所以你見到它 整個那種感覺 給你用 不會很局縮 不會很辛苦 那我們現在出去 後院那裡 看看 好了 看不見到有個什麼的特別 什麼的特別 就是這個 這個cover patio 這個size 是很大的 所以你見到它 擺了 我之前 如果你看到 有些片 我都說 你放一張大的 場桌 但其實那裡 你還可以擺一些seating area 所以如果你是一大群朋友 你有很大的family 那到那裡來的時候 你喜歡在外面 在外面 去燒夜吃 去娛樂 這裏完全適合你 所以之前我剛才所說 那裏有個sliding door 所以你可以在這裏 加一個電子screen 你就可以把它完全 鎖住了 所以到時 甚至你開了那個sliding door 的時候 你坐在這裏 一樣可以享受到 外面的感覺 而這個lock 是74尺 所以你可以見到 後院也很大 如果你說喜歡 在這裏 建一個游泳池 其實你也可以 然後你見到 去這裏 也做了一些fire pit 因為 你在外國很多人 在冬天的時候 很喜歡有一個camp fire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 所以我們現在 進去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好 我們現在來 看看主人房 首先 你見到這一邊 這個位 它也沒有浪費到 它也做了一些cabin 所以到時 你喜歡的話 你說 你想再多些 其實你上面 都可以做一些櫃 你可以再擺多些東西 那我們轉了進來 這一邊 我們先看了主人房 你看到這個木地板 一路走進來 那視乎你個人喜歡 木地板 因為如果你在Toe Brothers 去建房子的時候 一般它的standard 的feature 通常你沒有升級的話 其實它通常都是地毯 所以如果你是地板的房間 它也是一些升級 那你見到 進來這個主人房 它也是一個 king size bed 兩個 bedside table 然後你見到 上面做了雙 雙的 ceiling double ceiling 所以你見到它 加了 wood beam 之後的感覺 整體來說就高貴了很多 還有它做了這些 crown molding 因為現在做這些 加了這些 crown molding 我們知道這些 所謂的 一些特別的設計 crown molding 的話 也是額外錢 那我們再進來這個 廁所 這個主人廁所 Toe Brothers 其實它的空間感 你看這個主人房 廁所是很大 所以你見到它有 這個擺來就是男士 因為你見到它是比較細一點的 countertop 就是那個 space 而這一邊呢 就是女士的 你看到 哇 整個位置在這裡 那就是這個 Stand up 這邊是一個 Stand up shower 雖然你覺得它 走進來的空間 很大 其實你不覺得它 浪費了一些 一些 space 而你再過到 這一邊呢 就是它的closet closet 我借了 我覺得可以大一點 但它這個 size 其實都叫做OK 然後我們再過來這一邊 它會直通過來 因為這個其實 這個它就有個Glass 那這個 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選擇的一個option 那之後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laundry room 所以你可以由個closet 那一邊 你由一個主人房的主廁 再過來 那你可以在這裡的洗衣 然後你見到 這裡也有一個sink 有很多的 Cabinet space 所以你要擺毛巾 擺什麼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你見到 這個設計 給你掛東西 如果你說 家裡不夠位的 那你這裡完全可以再做 做多些這個 擺東西的Cabinet 那些位置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的 有些呢 喜歡在這裡燙衣 你喜歡在這裡燙衣 就行 如果你說這裡太高 燙不到衣 那你就在那裡做個燙衣的地方 那我們再出來這一邊呢 就是 這個後面其實就是一個車房 不過現在是一個office 因為它現在是摩托空 那這裡也是一個mout room 這個也是沒有浪費空間 你看到它掛衣 掛那些bag 我們現在進來二樓 那二樓呢 我們先看了這一邊直走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兩間房 我們轉右邊先 我們看看哪一間房 那你見到 每一間房 其實它自己有自己的獨立廁所 然後之後見到過來了 你放一個queensize bed 之後兩個 那裡放一個backside table 那這裡當然 你可以放像它那樣 比如給小朋友的 他們可以在這裡讀書 還有因為它們有對著窗 那光線就夠 Toe Brothers 你可以看看 就是它的walk-in closet 所以它的walk-in closet 房間 這些自己的walk-in closet 就夠大 而且它有多個窗 所以它的光線也挺好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 你知道我們 有時候不想衣服 它是在上去 所以有一個窗 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那個感覺也挺好 那這裡是第二間房 你看到這裡 也是一個廁所 然後之後過來 你也看到 queensize bed 那如果你喜歡 小朋友放一張桌 坐在那裡 讀書 對著窗 那有光線進來 那這裡也是另一個walk-in closet 你看到 OK 所以你看到 它這邊的門 這個就是它的六尺 就沒有之前下面的八尺那麼高 然後再過來 我們要step up 那有一些的 我的客人就明不太喜歡 為什麼它還有一個step up 那好像令到它 有多了幾層 那走下去的感覺 又好像很容易跌倒 那視乎你自己個人喜歡 那過來這邊 這邊也是有半個廁所 而你看到 這裡有1,2,3,4,4個窗 這個位置 就要看你自己喜歡怎樣使用 因為它現在是model home 它做了一些building shelf 所以如果你說你不喜歡掛電視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 例如有些我的客人 他喜歡 在這裡 其實做一個 擺梳化 不想再有電視機在這裡 因為 為什麼呢 它後面那裡 裡面那裡 有個media room 所以其實這裡你可以做一個game room 然後之後好像它這樣 就是在那裡玩 所有東西都可以 這個要小心 這個要走下去 所以有media room 你有web bar 放飲品 你可以擺排骨機 它也做了一些wiring 你喜歡可以擺 掛電視 你看到全部有些building speaker 在這裡 然後有燈 而這個media room 就沒有了我之前所說 即是沒有窗 沒有一個window 所以過一過你就真的 只可以還有一個media room 而再過來 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就明顯了 更加大一點 更加長一點 更加深一點 它其實已經幫你 設計 做完 讓你知道 你放一張這麼大的dance 在桌子裡 坐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是哪個房間來的 哈哈 有這麼多的 這些 太陽眼鏡在這裡 好了 然後再播到這裡 就是它的廁所 所以你看到 每一間房 有自己的廁所 有自己的獨立廁所 而每一層的話 也都有半個的廁所 就可以方便客人來的時候 可以用 不需要隨便走去 你自己的房間那裡 好了 大家看完這一層樓 你覺得如何呢 Toe Brothers 我還有一個總結 Toe Brothers 可以見到 它其實是簡潔 高貴 大方 也都是給你一個 現代得來 也給你一個 很舒服的感覺 我們今天在 Lexington Frisco,Texas Lexington 這是一個 Master Plan的 community 即是一個 Master Plan的 屋苑 它有超過2000間屋 現在Toe Brothers 這裡 第一個Face 其實都差不多賣完了 這個Florida Plan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在這裡 賣賣之後 就要等下一個Face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屋苑有興趣 你對這一家會有興趣 你就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到時候 我可以給你多一些資料 還有再給你多一些資料 這個屋苑 它的地水 PROPERATE TAX 就是1.89% 而它的HOA 就是$1500 現在這個屋苑 它現在建的Clubhouse 是12000尺的Clubhouse 有兩層的 它也會有 Gym 它也有Pool 也有小朋友玩的泳池 就是大眼泳池 還有小朋友玩的泳池 它也有我們所謂的Bike Trail 就是那些單車徑 有些High Trail 就是你可以去走路 就是那些散步徑 然後附近也會有公園 而在這個屋苑裡面的話 它接下來就會有自己的Elementary School 和這個Middle School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屋苑有任何的興趣 記得聯絡我 而我也有另外一些影片 是介紹另一個Builder 就是講一個Landon Homes 不同的Series 到時候你可以去看那些影片 有些什麼問題 記得找我 我是Gabriel Dallas Texas房地產經紀 下次見